最大火车站的雄安火车站首庄已经正式开转 预计2020年建成 此前有观察称相比前辈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 雄安新区进展缓慢遭遇的地理和人文等挑战十分的严峻 更有分析认为被称为千年大忌的雄安新区 其构想与一千年前北宋时期对这一代的人为改造惊人的相似 那么历史是否正在重演 如今中共的雄安战略究竟是基于天时地利的科学决策 还是当权者拍脑袋派出的政治工程 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一位是在纽约通过skype连线参与节目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胡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好的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的 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由于我们的电话先录目前没有办法接通 请您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那么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火车站的熊安火车站的手装开转之后 是不是意味着熊安新区这个项目已经开工了 不会回头 这个要看就是一个是整体上这个中国现在的财力如何 然后呢也要看就是现在的经济方针有什么样的调整 当然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说中国这些的项目吧 有类似的项目比如说像这个深圳特区什么浦东 他们这个这个立项和进展呢它都是有一个依托的 比如深圳特区它主要依托就是比临香港的优势 那么浦东特区呢它本身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最最发达的 一个历史上的就是商业和工业的城市 所以它是有基础的 但是熊安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基础 除了离北京近 但离北京近其实不是一个优势 就是任何做事情离北京近受到的干扰就多 中央伸手也多 所以呢实际上应该说熊安的项目是比较难做的 在现在这一段啊这个大家都注意到它的进展缓慢 但是呢最近我觉得出现一些转机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现在由于中委贸易战的这个背景 现在呢前一段是提出了要拉动内需 当然这个拉动内需呢也有一定的困难 这个当然也也开始拉动外需 比如这次搞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实际上就是想拉动外需 这样呢就是来替代美国市场由于贸易摩擦出现的这些真空 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宽松货币政策又回来了 地方债又开始要发了 这些呢其实都是以托于这个现在又要搞铁攻击了 铁攻击就是铁路公路还有基本建设 这个呢可能是真正所谓拉动内需的一个内在的动力 就是要搞这些东西才能够拉动内需 才能够让这个产业不空转 那么当然这个也有历史经验 比如说像纳粹德国在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 这个德国的经济并不好 这个战后这个有很多的失业工业这个生产也都上不去 经济呢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 那个时候德国政府就是采取这个修工路的办法 一下子把这个失业就进去了 然后经济逐渐上升 当然这种是一种统治经济的这个思路啊 后来这个说法就是也就叫做所谓计划经济 也是这一类的 中共可能现在呢也打算用这个办法 来同心的提振中国的经济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 雄安这一次雄安车站 这个开断的一个一个转机 可能就是由此开始 当然这个背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雄安其实也是一个乌托邦的高想 这个咱们往后再说 那么这个说起来 简而言之呢就是外部的力量向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呢 也为这个雄安 尤其这个车站它的开断提供了一个这个契机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 胡平先生 那么雄安项目呢 雄安新区这个项目呢 是习近平的这个 他所亲自策划的这么一个项目 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成建项目 那么有分析称呢 就是说这样类似的这样的项目呢 一般都有它的这个政治动机存在里面 那么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 雄安项目是习近平亲自策划的 是习近平的一个面子工程 所谓千年大地 那无非是他想通过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 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个人的印记 就像刚才谈到了 你这个雄安车站现在开转 那么它这个雄安工程能不能够顺利的开转 这其实有很多疑问 因为我们都记得 就在一个多月前 7月22号 雄安新区的规划专家 引致在清华大学的这个雄安新区 规划发展高峰论坛上 讲演还专门谈到 说雄安项目都提出一两年了 可是到现在都一敲土没动 那是因为很多事情 中央还没有想明白 不想因为匆忙的决策 而造成更为巨大的浪费 可是他这个专家的话已经干落 这边就开始动土了 那是不是说这一个多月来 这些中央就想 把没有想明白 这就想明白了呢 是不是说他们就有把握 做出决策 不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了呢 那我看当然就不像 更可能是习近平自己 他不耐烦了 他要把专家的话都指着脑后 在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上 也要霸王硬上弓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其实这个雄安 宣布雄安新区 这个设立雄安新区 是去年4月1号 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 那很有意思的是 那天正好也是西方的愚人节 那么可是这个宣布本身 其实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条 其中谈到全国人大行使下列职权 一二三 其中第十四条 就是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作 可是在那个去年4月1号之前的半个月 就3月15号 刚刚接受了全国人大 在那次全国人大上呢 没有根本就没有人提起雄安新区的问题 没有人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 更没有进行任何表决 当时代表可以说对雄安新区就是一无所知 那么结果到时候来呢 不到半个月之后 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 以国务院的名义 就把这样子就推出来了 可见他这个根本就是 完全那个 制这个法定的程序于不顾 制宪法于不顾 那除了表明了 这就是习近平他个人意志 这点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你看今年的两会上 三月份的两会上 很多代表都还谈到这个雄安新区的问题 可见当局那官媒都有报道的 可见当局不是不知道 雄安新区的问题 属于全国人大的这个 他的权力的范围 不是不知道的 是知道的 那去年就根本就是 把你全国人大舍到一边 把宪法舍到一边 这么硬上攻 那么这个就这点而言 他比起当年的三峡工程上马 都还更恶劣 因为当年三峡工程 好歹我们都知道 让让了半篇 让让很多年 学者专家也要很多争论 到后来呢 就92年吧 在全国人大上 还是通过了这个讨论 表决 在那次表决中呢 反对票 去全票 多达三分之一 那这对于这个 橡皮途中的全国人大 这个历史上都是 前所未有的 而你这一次呢 这次呢 这个设立这个熊癌新区 没有经过专家的论证和讨论 你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影子的讲话 就说明作为他是 熊癌新区的一个规划专家 那他都对这个事情 他的讲话表明 他对这个问题 有很大的保留 有很大的 有很多的看法 可是呢 中央根本就 这个事情根本就 没有理睬他的意见 也就是说这个 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不是一个基于科学论证的 一个科学决策 而是这个最高领导人拍脑袋 而且呢 很恶劣的是呢 他是宪法于不顾 是既定的程序于不顾 所以单从这一点就可以表明了 他更多的表现得出是 习近平个人的所谓前刚独断 他的一意孤行 是他的面子工程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 这个过程到今天来看 那么这一点 也就是熊安工程 他的这个和习近平的这个关系 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 谢谢胡先生 那么张先生 刚才胡先生谈到的 就这个熊安计划呢 实际上是既不符合这个程序性的 也不符合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 说起来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熊安新区 其实没有任何的依托 不像他的这个前身 深圳有香港 还有浦东有上海 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政府 恰恰是罗盘镇一转 就转到了这个熊安这个地方 保定之下的这个熊安 它里面有什么选局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网上的网友 有非常细致的 这个甚至对他的这个名字的分析 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这我也注意到了 就是说他这个 一个熊安新区这个规划范围 它是包括保定市的这个熊县 荣城安新三个县和周边区域 那么当地的说法叫熊聚九州 安荣天下 把这个这几个地名把它给做了一个通读 然后网友的观察呢 说这个地区内还有平王乡 大王镇 熊州镇 当然从历史上讲这个熊州 确实是一个古代的一个重镇 而且那是边陲 那个时候就北宋时期 实际上北宋是这个中国历代王朝中 这个江土最小的一个朝代 和那个时候河北这一带 就是这个中原和这个契丹的边界 那么这个熊州呢 实际上是这个边界上的一个重镇 它是一个军事重镇 当然也是一个边帽的重镇 这个是一些原因 当然还有说也有从风水上解读的 说这通州 这个通州和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距离 然后这个把这个距离 从相反的方向再推 那么这个有一条延长线 也是等距离的一个延长线 这个延长线就到了这个熊安这个地方 那么好像把它作为这个 如果说这个首都副中心 那么可能这个定位 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此外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熊安新区的规划 现在实际上还在修改之中 但是已经有消息出来 就是仁秋和这个高阳 这两个地方 也有部分的这个土地 或者它的辖区吧 跨入这个 进入了熊安新区的规划 那么高阳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这个中共的元老 习仲勋先生的夫人 这个齐勋女士的家家 所以呢当然这个造福相子吧 这恐怕也是一种考虑 这个联系到我们这个 在陕西看到的庞大的这个习林来看 我觉得这些呢 可能这个当然我们不敢妄加猜测 但是呢 好像也从这个推理上来讲 这个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我想综合起来看 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 把这个熊安 把作为一个北京副中心 或首都副中心的这么一个规划的考虑 可能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原因 当然中国的官场文化 就是习惯于画圈了 那熊安这个圈 也是这么画的 那么当然这个 有时候画圈能画对 比如说毛泽东画圈 他可能画错了一些 而邓小平画圈 画这个深圳这个圈 他是画对了 当然我们最近看 这个全国的改革开放四周年的美展 这个画圈人已经变成了 这个习仲勋先生了 那么当然这个熊安这个圈 是怎么画的 刚才我看这个 胡平先生也做了一些解读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 就是可能有各方面的考虑 然后就画了这么一个圈 但是这个圈背后 究竟熊安这个地 它的地理 它的环境 它能不能够建造这么一座超大的城市 这个是很成问题的 因为以前我记得 我们有一次讨论这个熊安 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就谈到 我说这个华北地区 这个每年都在下沉 现在地下水枯竭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像这种地下水枯竭的地区 要想这个 这么一个特大城市 是不是有问题 当时我也曾经谈到过 当然也有的说法 说它依托着白洋店 这白洋店的风水的事 我想可能后面我们还可以讨论 谢谢 好的 谢谢张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观众听众 有什么话要说 第一位呢是Mark Grant 他说呢拍脑袋决策的对错呢 要看是否与客观规律合拍 所谓有地方是 许多决策的确有问题 比方说这个多地的古城墙被拆除 还有三下大坝等等 接下来位是大陆人生1962 他说压根就不干人事 什么熊安都没有经过论证和评估 今天脑袋一热 梦来了熊安明天一晕 又一个福建开发 接下来一位是Jeremy 科宾 他说呢习近平想学老祖宗邓小平 搞历史定位 所以搞出了一个熊安新区 接下来一位是李中本 他说呢历史上只有独裁者才会编这种上千年的伪业之类的谎言 过度自信就是建筑在无字之之名之上 制大财书的习近平也不能跳出这个陷阱 中共违反规律之事呢是不胜枚举 接下来一位是竹西续话 他说用行政手段建立熊安新区 首先是定位不明确 其次呢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 加上论证加上没有民众的参与 习近平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使得千年大计的熊安新区到最后呢 可能只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 接下来一位是樊君毅 他说民主国家大家都不要借钱给中共 不要投资大陆熊安新区等地 接下来一位这个陈骏 他说熊安新区当然是领导主观意志 和之前几个特区一样 都是领导人搞的政绩工程 只不过熊安新区呢 相比前几个领导人推动的特区 更不科学 更加缺少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基础而已 那么熊安新区在党媒上承接了 许久才重新的露面 说明这个工程呢是吹无可吹 接下来一位是方CD 他说领导定下的事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下马呢就很没面子嘛 搞砸了到时再找个理由 堂塞过去 好的接下来呢 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中非 中非论坛的现在正在北京举行 明天会闭幕啊 那么联系这个中非论坛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论坛上的 中国官媒是高调的宣传 中非呢是一家亲啊 那么加上呢这个这几年所做的 一带一路还有现在的这个熊安项目 那么这个其中是不是看到有一个 这个中共的逻辑的脉路思路在里头呢 这三件事一个是中非论坛中非一家亲 另外一带一路再加上这个熊安 熊安新区 这三件事他们有个共同的联系呢 这三个都是堪称中大手笔 他都有鲜明的习近平的个人印记 拿这次中非论坛 中共官媒的宣传真是让人惊察不已 你看昨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 每一个大标题都有习近平的名字 那第一版占完了 第二版还是习近平 另外呢除了人民日报之外 其他的主要官媒什么 解放军报啊 经济日报啊 光明日报啊 那么几乎是这个 完全是照抄 抄袭人民日报 连版式甚至都完全一样 那么这些做法 你使人想起毛 使人想起文革 甚至还有过之 那么你看他这个 当于他其实 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非常重视对非洲的外交 所谓我们这个 被民间计较为大傻逼外交 也就是对外的援助 受助国家 受助最多的国家 那前十里头就有七个是非洲的国家 这次他又打个议会 就给了600亿美元的援助 还免除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债务 另外他还通过政治上 收买这个非洲的政府 收买政府官员 还吸引了大量的非洲留学生 给了他们相当优厚的生活补贴 而这些留学生中间呢 很多正是非洲那些政府的 那些官员的官二代 那么这都批准当局对非洲做的一种 长远的布局 一方面他通过政治上的影响 使政治上和非洲国家 加上对他的政治的接盟关系来对抗西方 另外经济上呢 通过这种关系和政治上的影响呢 就可以取得对非洲的资源的这种优先的使用 那么尤其是这次中非高峰会议 中非论坛 又是发生在习近平的中美贸易战 又发生在中共的一带一路 遇到很多困难的这个时候之下 当然他也有这个意图呢 也是通过这个中非论坛 通过家庭和非洲的国家的关系 在推行一带一路上 克服原造成的一些困难 是试图有所突破 那么总的来说这三件事情 最好刚才一开始提到的 他都带有鲜明的 习近平的个人意见 都是他对内加强他的控制 树立起他个人的这种绝对权威 另外呢 要求输出这个中国模式 和西方相抗衡的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 谢谢胡先生 那么刚才呢 实际上关于这个版面 这个中国新闻版面的这个一致性的 有好事的网友已经统计 好像有四三四十几家这个媒体呢 他的这个版面从标题到内容 以及到这个排版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先请问张立凡先生 那刚才你也谈到 就是说关于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呢 就是当地的这个地理的情况 他的这个湿地 这样一些沼泽呢 他如何的挑战这个雄安新计划呢 事实上呢 在去年一年多前 纽约时报就已经有一篇文章 谈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个雄安建设呢 实际上也危及当地这个白洋店的 他的一个生理的生态 张先生 这个白洋店的这个生态呢 以前我还多少做过一点 这个关注 因为这个白洋店原来这个水系啊 这个有因为有多年的这种小型的 这种化工企业的存在 所以白洋店曾经在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时候 一直是有严重的污染 然后呢 白洋店也在逐渐的枯竭 后来呢 曾经这个放水 就用水库放水 对这个白洋店想试图进行进化 但净化的一个目标就没有实现 因为这些水一冲的 反而把那些沉积的污染物又都重新冲起来了 那现在就是说白洋店本身怎么治理 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专家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但从整体上来看 就是说 第一我认为确实北京是 确实过大了 它也不能承受 它的这个人口和其他这个环境上的压力 所以呢 这个建一个卫星城市 这个设想 其实很多年前 这个环保部门 这个和一些设计规划部门 都做过这样的规划 那么我认为 这个也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现在啊 用一种一刀贴的办法 用一种这个 手掌政绩工程的办法 然后就大干快上 这个可能是有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说 它究竟承担什么样的手的功能 然后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搬迁 这些呢 这个城市本身 它承受得了承受不了 就是这个 熊安这块地区 它是否能够承受 这个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评估 现在实际上是先立项 后评估 那么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而且从历史上看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到 熊安曾经是 一千多年前是一个边界 那么当时这个宋在 北宋也在这儿是做了军事上的 这种工程 它是也算水利工程吧 但是它这种工程呢 就是建一道水长城作为屏障 来隔开就是当时北宋的都城汴京 和这个作为它的一套天然屏障 来阻止就是北方的契丹 就是辽国的铁骑南下 当时是起了这个作用 但是呢也造成了 这一代的这个生态破坏 所以整体上来讲 河北这个生态 包括整个华北平原的生态 现在都是比较脆弱的一个结构 那么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结构之下 能不能够再起一个特大型的城市 我觉得是很有疑问的 谢谢 好的谢谢您 接下来我先请问胡平先生 就是说呢 刚才张先生也谈到 在白洋这个这一带地方的 这个熊岸新区白洋店这个区域呢 实际上是非常的脆弱的 这个生理的这个环境 这个地理环境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想看看从历史的底蕴来说呢 其实这一带也有相当丰厚的 这个历史底蕴 比方说呢 它是有历史保护名城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音乐会社 那么这些音乐呢 它就是图此一家 它是来自于这个佛教经典里的这个音乐 那么也是受到保护的这个文化形式 那么随着熊岸新区的建造呢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会这个荡然无存呢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一带如果是建成熊岸新区 我认为这些有着这个浓郁的乡土意味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那很可能就会受到极大的这个破坏 很可能就会荡然无存 因为这么一些文化传统是和它土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它是不能搬家的 你搬家等于是把它连根拔掉 所以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种大半天 我想它对这么些当时当地的一些很丰厚的一些传统文化 应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另一方面呢 那个这一带地区 刚才张先生也谈到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 种种的原因 包括现在包括这些年来的一些搞建设的原因 造成了它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 本来就是相当恶劣 你在这里要搞一个新型的一个大的一个城市 那又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当然这个大家知道 这次所谓这个熊安兴起的设立呢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分解 北京的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 那这就意味着 把北京的很多东西就搬到熊安来 这样子另外包括疏散北京的人口 这说起来应该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北京它本来就是个超大型城市 另外它由于多年的种种历史的地理的原因 它也行为这么一种态势 你要把它加以拆解 那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再加上今天的中国呢 它又不像毛时代 你毛时代是公有知识计划经济 你每一个人都属于单位 你的户口 你的粮食关系都是跟单位困绑在一块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单靠行政命令 你要进行一个大的幅度的搬迁 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你像毛时代的时候 像文革之前就有个所谓三线建设 就把东南沿海的很多工厂啊 就搬到了内地一些什么山沟沟里去了 那当时呢 当然这个搬迁工程应该说也相当浩大 但是当时呢 主要就靠着强行的行政命令 它居然也就搞下去了 而你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它也有了私有的企业 有了市场经济 你光靠行政命令就很难做得到 而且尤其是你建设这个雄安新区 这个和当年你这个普通新区啊 深圳相比 它都有一个推动 拉动经济发展 这个意义在里头 因此呢 它必然应该就是 更多的靠这个市场的 这种自发的这种吸引 靠这种 而不是靠你行政命令 不是靠强制 可是你鉴于这个中国 北京这个迁都这个情况呢 你单靠这个市场的吸引力 本身就不够 再加上你那个雄安新区这个位置 它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 都有所欠缺 所以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因此强制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这么一来呢 你看而北京那么一些单位 那些说起来都是大有来头 不管是央企业也好 一些著名的学校也好 科研单位等等 这些金融部门 这些案例以后 都属于可以搬迁的这些范围 那么到头上 你谁搬迁谁 不搬迁谁 那么这个中间免不了 就有很多的争执 就即便决定下来了 那还会有很多的讨价还价 这就不像你 我们知道就像去年 那北京这个冬天 所谓驱赶低端人口 其实当时北京当局这么做 就有就是疏散北京人口这么一个地图在里面 那么你下面接着呢 这方面所谓疏散低端人口 仍然是北京要做的一件事 你对低端人口呢 因为他们缺少话语权 所以你当局可以采取强硬的手段 强制推行 可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高端的产业 对于那些地位比较高的那些企业事业单位来说 你靠这个纯粹的简单的打压驱赶 就不能奏效了 那么这里就免不了 就非常非常多的 没完不了这些扯提 再说这中间 你这个雄安经过的建设会什么状态 这个也大有疑问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 在这件事情上 将这个雄安新区的建设上 一定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这也就之所以 为什么很多专家对这件事情 始终有很大的保留 而你现在许起平呢 他就想靠他的权力 这个一意孤行 可以想见的 在今后在这些问题 一些新的问题会层出不穷 雄安能不能按照他们当局的预定的设想 如期完成 应该说是大有疑问 他很可能搞成 到头也搞成一个烂尾工程 好 谢谢胡先生 那么张先生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说大概1000年之前 北宋是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这个人为的强行的改造 那么现在1000年之后呢 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又提出了 同样要对这个同一地区进行新的这个改造 那么看到这个历史的重演之后呢 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重复呢 那个当初啊 这个雄安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水长城 作为防御这个 它主要是用于军事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 那么当然我们熟悉的像所谓杨家将 什么的 其实也都在这个地区活动 和这个辽国交战啊等等这些 所以当时就是他的这个生态上的这种历史上的改造呢 主要就是北宋政府啊 他花了几十年时间就建了这么一套系统 迫使这个河流改造向北 让这个黄泛区北迁到了这个现在 这个就是这一带 就是雄安这一带这个边陲地区 所以呢 它是有数百万吨的水和沙质淤泥 这个这个涌向这一带 这个造成的当地这个池塘和沼泽 就是普遍的存在 而且迅速的扩大 这个绵延有五百公里左右 所以这种变化呢 就是改变了当地的地貌 也造成土壤的严碱化 水质恶化等等等等这些 后来到了这个明代 因为收复了幽云十六周 那么这个河北地区就不再是边界 那么当然又重新回到那种农耕时代的 又有一定的恢复吧 但是呢 这个从历史上看 就是这一类的靠这个政府的意志来改变地理和生态的这个做法 有可能再次逢也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领导人经常讲的 就是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么白洋店这一带 不管怎么说 它曾经也是绿水青山 虽然它没有什么太高的山 主要是绿水 那么也有湿地和沼泽 这些呢都被成为是这个城市的废 那当然这个如果将来 雄安变成一个大的都会以后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就湿地和沼泽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怎么处理 然后呢 原有的白洋店的生态会不会遭到破坏 那么城市的污染会不会再次获及这个地区 这个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再有就是刚才胡彬先生讲到的 这种强制性的城镇化 靠行政命令来建立一个城市的做法 其实已经失败了好多次 包括近期我们看到的 比如造这个曹飞店 其实这个经济区就已经是失败了 那么俄尔多斯也是造出一个鬼城来 类似就全国现在这样的鬼城已经有很多了 那这一次就是雄安 这样一个如此下了如此大的决心想做的事情 现在这一年多来 已经给当地造成了很多的困窘的状态 就是户口冻结了 这个当地的百姓想结婚结不了 想要这个迁居迁不了 想要盖房子也盖不了 各种的问题都来了 然后有些已经去了 想到那去投资的 或者想到那去搞项目的 现在都在撤走 很多公司在撤走 当然现在我不知道 这个火车站开工以后 会不会有变化 我自己有的朋友就来 曾经在这个大概半年多以前 而在去年就来问我 他想到雄安去投资 我就劝他不要去 我估计他后来也是听了我的意见 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对雄安这个上马的事情 无论是投资者也好 还是各个科研或者大学 或者相应的这些医院 这些配套机构来讲 我觉得现在让他们搬迁都为时过早 因为你这个城市的规划还没有做好 你相应的这些硬件基础和软件 都还没有明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贸然的到那个地方去发展 是很危险的事情 谢谢 好的 谢谢张先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很快的分享一下 观众 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评论 第一位是石眼松 他说关于雄安新区是否会成功 还不能过早下结论 不过雄安新区地理位置却不是很好 他不靠海 不向深圳和浦东新区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靠近大海交通方便 接下来位是利昂章 他说看上去的目标是北京做纽约 雄安做DC 但是可惜中南海不是白宫 习惯处于权力中心的领导们 永远不会放弃触手可及的纸醉金迷 接下来位玉喜说 老百姓有点钱都存起来 应对高昂的教育医疗 你1000个新区也没有用 因为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接下来位是赵妖静 他说政府和百姓作为城市股东 共同建设新区共享发展红利 新区不搞土地财政收入 主要来自纳税收入 以及土地增值的收益 接下来位是王小米 他说雄安新区未来一定是 世界上最大的烂尾楼 因为它是疯子设计的一群拍马屁者 所建设的给中华建筑史上平添笑话 接下来位是大陆人生1962 他说任何一个大型工业项目 都是需要论证和评估的 绝不是你一个梦 一个想就能办好的 最后一个李瑞敏 他说纵观中共执政的历史 有哪门子是科学决策的 百分之百都是掌权人的主观一段 不管他是成败 他其中要做出的牺牲 所付出的代价是谁来承担 这点非常明显 为雄安新区的建设 要出代价要做提升的 那一定是老百姓 尤其是所谓这个弱势群体 就像刚才张先生谈到 在历史上 北宋把这个 在那一带搞成一个水的长城 应该说当时在战略上 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对比喻北方游户民族的南下 确实是发挥了相当的功能 以至于一直到后来 蒙古大军南下的时候 遇到这么一道水长长城 都望洋心态 可是你搞这么一个水长长城 对当地的生态和民生 造成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它使当地的那些土壤 严谨化 水质恶化 另外很多老百姓 在当地没法生活 就只好背井离乡 造成了很大一片的地方 都荒芜人烟 这是北宋时代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当时搞这个 北宋政府 搞这个水的长城 应该说是达到了 它的战略的目的 但是它使用老百姓 以及当地的生态 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那么你现在的情况就更出现 现在当地它做 所谓建设的雄安新区 主要目的在一个就是让北京减肥 瘦身 输解它的肥手术功能 但这样一来呢 它必然就会不光对这个当地的一些的生态也好 民生都算是很大的困扰 其实这个事情北京已经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你最初搞2008年奥运会 北京就把北京地区的一些污染企业 就把它推到了河北 那当然河北还很高兴 因为这样子增加了河北的GDP 可是后来这么一来呢 河北的污染企业就变得特别多 所以到了前一年我们看到这个空气污染雾霾 那最严重的地方都基本都基础在河北 现在你这些又把为了解决天气污染问题 净化空气的问题 又把这些污染企业都给关掉了 这么一来 你这个河北的企业 河北的经济就遭遇了很大的打击 但现在北京想搞这么一个雄安兴趣的其中部分 也是为了偿还 也就是给河北地区在经济上一个弥补 可这么一来 它本身的设计包含了很多一些内战的矛盾 那么这么一来 搞成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 兴师动众 旷日持久 所以它造成的问题 肯定比它 我想会比他们预想的要多得多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 也是值得各方面都要继续关注的 好的谢谢 那么最后张先生 就是我想问您的 就是说讲到雄安这个新区的计划 最后成与败最关键的地方 有分析说还是取决于习近平 他所希望的这个政治道路 是否会偏离航线 您的看法45秒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就是实际上 他可能是想把雄安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田 这也可能是他青年时代 一种这个 他的梦想的一个体现 那么他把他的这个政治生命 和雄安的成败 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可能就是现在 雄安的规划上 招人的房地产 这些都是以一种福利的形式来进行 搞平均主义 然后这些呢 有可能就是雄安是作为 他的共产主义的实验田 而存在的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